四级飓风迈克尔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区 夹带着狂风暴雨 截至当地时间11号 飓风迈克尔已经造成至少7人死亡 将近95万居民和企业断电 此外美军驻扎在佛州的颜德尔空军基地 也遭到飓风重创 虽然迈克尔目前已经降级为一级飓风 但是依然对美国西南部各州构成威胁 飓风迈克尔席卷美国南部多州 更导致墨西哥湾沿海小城 墨西哥沙滩面目全非 死亡人数也不断上升 迈克尔是美国本土26年来遭遇的最强飓风 也是佛罗里达州史上的最强飓风 过境时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250公里 所过之处一片狼藉 巨风导致大面积房屋被摧毁 驻扎在佛州的美国颜德尔空军基地 也没能幸免 根据基地人员称 目前还无法判断 飓风对基地造成的具体损失有多严重 虽然在飓风来临之前 已经将绝大部分战机转移 但依然有几架战机 包括F16猎鹰拦截器 遭到严重损坏 飓风过境后 原本风景如画的海滨小镇 满目疮痍 沙滩上满是废墟 仿佛经历了一场爆炸 当局表示 道路清理和电力完全恢复 可能需要数个星期的时间 除了巨风迈克尔登陆地点小城墨西哥沙滩 不远处的巴拿马城也一样受重创 街道上到处都是从海滩吹来的沙子 树木横七竖八地倒在道路中央 还有一座室内球场的外墙被完全摧毁 在重创了佛罗里达州之后 已经降级为热带风暴的迈克尔继续前进 给乔治亚州 卡罗莱纳州和弗吉尼亚 带来严重破坏 NTV7综合报道